大家好,我是Wenry 昨天我在我的视频当中提到了北约华盛顿宣言 然后提到了北约直指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 提到了这个内容 然后我就讲 我说现在对中共来讲 那真的是状况非常非常的艰难 在未来肯定北约会有很多很多的动作 那中共他的战狼外交还会一直持续 那就是双方活力圈开 中共可能真的也就日子不多了 反正我大致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从昨天到今天就看到陆陆续续大量的新闻出来 有些新闻是在华盛顿宣言之后 还有些是在华盛顿宣言之前 整体上就这样井喷的现象 针对中共包括中共的一些反击措施 真的是没见过这么密集的状况 昨天就过了这么一天 咱们一起来看看都发生了什么事 真的是觉得局势变化太快了 历史的齿轮的转速越来越快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德国政府在星期四也就是7月十几号表示 已经与大型的电信公司达成协议要求他们在这五年以内 停止在5G的移动基础设施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信的关键部件 这个事情当然可能很多人已经习惯了 华为和中兴被排斥的状况 但是这个事情它是欧洲国家禁止中国公司参与关键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最新的举措 咱们一点点来看后面事情很多很多 我觉得非常的大这些事情 然后说7月11号 中国的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然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什么呢 说决定从2024年7月10号起对欧盟外国补贴条例相关做法进行贸易投资壁垒调查 然后这个调查呢在明年1月12前结束 特殊情况可延长到明年的4月10号 你看报复措施就来了 你一拳我一腿就打起来了 现在是真的是这样 咱们一点点看后面还有一大堆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还是在7月11号王毅表示 说刚刚举行的北约华盛顿峰会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 中方对此绝不接受 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中国世界上记录最好的大国 看到吧王毅这样表态 你说这北约的人得气成什么样子啊 对不对 你说这个矛盾针尖对面吗 还有可能和解吗 只能是双方大打出手啊 那就看谁实力强了 对不对 中共这么搞下去 我真还是那句话 这日子可能真不多了 然后王毅就说 北约应该安守本分 不插手亚太事务 不干涉中国内政 不挑战中方正当权益 还是那句话 你是哪颗哪颗聪啊 说你要求北约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那只能是火上浇油嘛 是不是 大家看看这情况啊 然后呢 这还不算完 这习近平可能这样 这些人气坏了 习近平7月12号 外交部就是发了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报告啊 就是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 及高级管理人员 采取反制措输的措施的决定 又开始制裁人家美国这些企业 包括六家美国企业 还有五名这个高管被制裁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想想吧 那真是这个双方的这个火腰味 已经很浓了 就没几乎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余地了 然后呢 这个中国 7月12号周五号 说什么呢 说中国正在与俄罗斯 在中国领土外南部地区 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是在湛江这个地方啊 你看 你们不是要制裁我吗 对不对 你们不是针对我吗 说我是决定性助推者吗 那我们就 对吧 跟俄罗斯一起演习 你说这个情况 大家该怎么想这个事啊 习近平这性格真的是 这就是火上浇油嘛 对不对 不断的就说 人家大事化疗 小事化无 那习近平就是没有事 他也得找事 小事来得变成大事 大事就让他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习近平的本事 然后呢 也就在7月12号这天 日本发表国防白皮书 强调对中俄关系所构成的 日益严重威胁 表示不安 对吧 就是 是这么一个词 就对中俄关系所构成的 日益严重威胁表示不安 然后呢 就是此前 中国与白俄罗斯 在波兰边境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然后这个事情 让波兰也很不满 北约也表示关注 等等吧 你看就前后发生这些事情 现在吧 它就是一个多事之求 各种各样的事情 现在我还没有谈到中国国内的事情 现在只是谈外交这一部分 就已经很恐怖的局势 还是那句话 齿轮就不停的转 快速的转 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看 还有很多 大家有点耐心 大家也就是我把这些事情整理出来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了解一下这个局势 7月11号呢 美国欧盟等方面 发表声明 宣称支持南海仲裁案 所谓的仲裁案的这个裁决 这个反驳中方在南海的这个立场主张 看这个情况 然后呢 又是7月12号 菲律宾发表纪念南海仲裁案 这个出台 8年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就是媒体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 自卫监队司令部 正在研究同菲律宾 海军建立姐妹部队的机制 意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来遏制 在这个南海通过实 通过实力改变现状的这个中国海军 日本啊 参与军来了 刚才也提到日本了 就是他发表的国防白皮书 直接针对中俄 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这个签署了互会准入协定 允许两国在对方领土上部署军队 这是在南海的这方面 主要比较菲律宾这一块 大家看一看吧 就是方方面面 刚才就是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制裁 是针对台湾军售这一块 方方面面 全都要出现这个很大的这种震荡啊 啊 然后呢 就是说 前段时间啊 就日前美国众院这个议长约翰逊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活动上宣称什么呢 这话说的很重啊 中国是美国的单一最大威胁 大家想一想吧 和刚才那个就是说决定性 我说的决定性的助推者几乎差不多啊 这样的一种说法 然后呢 他说将在本届国会剩余会期内动用一切手段对抗中共 应该对抗中国吧 他应该是中共的意思 然后 中院将在年底前推荐一揽子涉华这个法案 包括制裁向俄罗斯提供支持的中国军工企业限制美对华投资和有关美中经贸合作的 这个说法再说一遍啊 单一最大威胁 大家想想吧 决定性助推者 就这些事情他一定是有动作的 我说了昨天 今天你看就有很多事 然后有人说还有吗 大家才有 这个事太多了 然后布林肯最近在北约峰会上就是称什么 首批美国制造的F16战斗机正在开始要给乌克兰一点点过去了 这可能这个欧洲这个战场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实质性的这个变化 这个也是值得咱们密切关注 哎呀 其实还有还有就是再说一个吧 美国对中国经墨西哥出口的这个钢铁和铝征收关税 美国这个政府将对这个通过墨西哥转运的钢铁和铝货物征收新的关税 以防止中国通过中转规避所有现有的这个征税 这个是与墨西哥合作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像墨西哥也参与来了 包括印度尼西亚 包括前面的土耳其等等等等 就是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形成一种就是说 合围之势 痛打落水狗 痛打中共 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昨天刚说了这个事情 我说这个事情会很多 就昨天开始就不断的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 有外国的制裁 有中共的这种所谓的反击 反正是双方针尖对面矛盾是绝对没有办法调和的 只能到最后看谁胜 就是零和游戏 谁能最后胜出来 就看到这样 但是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肯定是中共失败 再加上中共内部的种种矛盾 这我就不去多说了 反正看到这些事情还是挺有感慨的 整体这一集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